孟朗街 孟朗街 我們來和浩瑪媽 歡迎收看孟朗街57號 我們人都有理財的夢想 有自負的夢想 我們都希望在物質文明當中 能夠追求到最多的物質 來滿足我們的生活 在物質文明當中 文明 創造完之後 再創造精神文明 所以這個追求財富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房地產是一個方向 股票市場是一個方向 尤其是股票市場每天成交量動輒七八百億 甚至高達千億 一千七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 每一家都充滿了夢想 但這個夢想的來源 可能是你技術分析或基本面研究 甚至從消息面聽來的 過了幾年 從台灣開放外資之後 其實外資在台北股市的影響力非常非常動 這個含水會結動 基本上對一家公司的推薦 不管是買進平等的調高 賣出平等的調價 甚至目標價的推薦 都會使得台北股市風起雲湧 所以似乎這個外資主導的台北股市 能夠得到外資第一手的消息 變成致富的關鍵 可是很不幸 在這兩天爆發一個非常大的外資圈的走紋 台灣現在 少數留在台灣的大型外資券商 瑞士信一代 台灣的負責人 所謂外資圈的宋慧喬 美女的總座 爆發了內線交易 在台灣的股後 汉維科在受到國際半導體設備大廠 ASMO的併購過程當中 他用親友的名義 然後偷賺了2100萬元 到底台灣的股市怎麼了 過去我們會怪咎是正所稅的關係嗎 還是因為受到紅色的供應力的崛起 我們越來越發現 因為台北股市當中 太多外資的人謀不張 導致散戶 不是傷了心 就是破了產 我們先進入廣告來觀察 到底這次瑞士信一代的一個 內線交易的醜聞案有多大 從瑞士信一代 從台灣的交易的紀錄 跟過去幾次發生的一個爭議 到這一次外資圈的宋慧喬 明明收入高達百萬美金之上 為了區區2100萬 犧牲掉的 賠掉的 是自己的信用跟折格 台北股市驚爆驚人的醜聞 就是在漢偉科受到ASMO 國際的半導體設備大成的併購過程當中 其中精手的瑞士信一代 他的負責人 因為知道利多 而透過親友進行領先的購買 這在大陸有語叫做老鼠倉 就是你利用人家不知道的消息 率先先做佈局 然後利用消息公布之後 賺取差價 那這個包括他的先生 包括他自己 在昨天跟今天 都已經用500萬元跟600萬元 來做交報 那目前可能是用證交法的內線交易 來做起訴 這個罪就非常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這個人是誰 他叫做邱惠平 在外資圈當中 他叫做外資圈的宋惠喬 因為本身非常漂亮 我看你去看他照片 其實他年紀也不小 也45歲 可是他保持了一個非常光鮮亮麗的外表 那扛的學歷也非常高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個是台灣大學的國氣系的學士 又到了加州LA 練了一個MBA 那在過去幾年 在瑞士信貸當中 他擔任的是董事總經理的一個職務 非常非常高 也是瑞信貸在台灣 投資銀行業務的總負責人 那主要承銷的大案 包括了全球第二大的半導體設備大廠 ASMO 並購台灣當年的股後 漢維科下市 進行財務顧問的動作 包括日月光跟細品 準備合作控股公司的財務顧問 包括了中鋼、鴻海、聯電、群創 在海外募資的IPO案 所以他經手的案件 都是非常大的案件 甚至是國際知名的大案 像日月光跟細品 是世界第一大 跟世界第三大的半導體封這場合併案 所以市場這個中間的過程 甚至創造的商機 跟股價的差價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而且因為它是在最內線當中 甚至日月光跟細品談判當中 日月光不知道細品想什麼 他知道 細品不知道日月光想什麼 他知道 ASMO跟漢維科共別的時候 ASMO在想什麼 漢維科不知道 他知道 那漢維科想什麼 ASMO不知道 他也知道 所以這種財務顧問 又扮演一個成銷的角色 從定價的高低 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商機 大家定高一點點 讓原先的股東好出貨 還是定低一點點 讓能夠參與這個圈購或認購 就是我們股票抽籤 能夠多賺一點點 所以官方有時候 你去參加抽籤 很多官方可能參加過或聽過 那個成銷價的高跟低 本身就具有一個巨大的學問 而他扮演的角色 就非常非常重要 事實中我們先看一下 為什麼邱惠平會出現內線交易 因為本身在外資圈 做台灣區的董事總經理 這個年薪是用百萬美金起跳的 這一次被檢調單位 罪證確鑿 抓到其中兩千一百萬的 不法內線交易所得 邱惠平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應該怎麼 台灣的一般官員怎麼了解 是 沒錯 我們看到說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先給大家稍微講一下 主要就是因為去年的ASMO 要併購我們國內的漢維科 他當時找了瑞幸 來擔任他的財務顧問 我們知道說這個併購的價格 當然就是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因為當初的漢維科 也不過在一千多塊左右 因為他最後宣布的這個價格 是一千四百塊 所以有非常大的價差 因為他們進行他們的投戶公司 當然跟ASMO談過說 你要併購什麼樣的價格 所以他們當然知道最終的價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在去年的5月24號開始 透過他的親友在25天之內 買了100張的這個持股 等到這個股價慢慢的往上墊高 一張要106萬 對 106萬 那如果你透過 100張要1億 對 如果你透過融資的話 當然是可以稍微降低成本 但是你看 他在等到這個消息開始公佈之後 也就是說 2016年去年的6月16號 開始公佈之後 親友就開始出脫持股 那就變成是說 你好像是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內線交易的話 包括說你本人或是你的親友 其實都在涵蓋的範圍之內 沒想到他利用的是他老公 跟他的婆婆等等的人的帳戶 買了100多張 當然這個就變成是一個內線交易 因為你已經知道價格是什麼價格 而且你透過這樣子去透過 這樣子去賺了2100萬 所以整個事件爆發出來之後 就讓人家認為說 原來你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很多人認為說不值得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2100萬 應該是不只這個數字 當然 為什麼現在是2100萬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的檢調 在辦這種內線交易 因為內線交易案 最怕就是說 證據你越拖越久 證據很多都會被毀滅掉 為什麼這一次 他們這一次是掌握 確切這2100萬之後 就馬上開始辦 開始辦了之後 因為這2100萬 約談搜查 對 約談搜查 當然很多人就認為說 這個消息到底從何而來 事實上這種重大的併購案 或是說重大的這些 所謂的收購案的時候 其實現在檢調都有在盯 這中間有沒有內線交易 所以相關人等的這些 所謂電話或什麼 其實都常常會被監聽 會被監控 這次爆發這樣的事件 我們剛剛說 剛才這個事光有講到 邱惠平是怎樣一個人 事實上我剛好跟他 算是同屆同學 台大同學 對 他那年是台大 你是念什麼 我是經濟系 台大經濟系 很強 他那年是台大國貿系 誰比較強 因為現在板子寫是國氣系 但是他其實那時候是國貿系 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 台大國貿系是第一次院 台大經濟系很前面 台大經濟系在國貿系後面 所以他如果 我們用當年的聯考的排名 他是狀元你是榜眼的概念 也不能這樣說 他大概是排名可能在全國 100名之內 所以你知道說 其實他非常的出色 對 因為商學院這樣想 因為以前台大國貿系 你要上台大國貿系 真的在商學院是第幾類組 我們當時是第二類組 第二類組 你要考試第二組 你要上國貿代式 真的是全國100名內 對 100名之內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他非常優秀 其實不只是說 他非常會念書 他其實在北域女的時候 他也是風雲人物 因為他曾經當過 北域女儀隊的隊長 我們跟他接觸 其實你只要在台大走一走的話 當時我們同學之間 你一定會對他非常亮眼 第一個 他長得非常高 他大概170公分左右 模特兒的身高 然後你看他的長相 其實我們現在這幾年 因為我這幾年 因為工作的關係 還有跟他接觸過 他在瑞士信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觀察 他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其實他大概沒什麼變化 那這張照片怎麼來的 這張照片怎麼來的 你說到這個 昨天很憔悴的這個照片 這照片是我爸上了 那個當然是因為 他要再接受檢調的這個約談 當然是要 不是 這個攝影機子好壞 能拍多醜就拍多醜 我跟你講我上過別的媒體 別的媒體也是 把我能拍多醜就拍多醜 所以媒體真的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他可能沒那麼難看 他可能真的是長這樣子 可是媒體有時候 故意醜化 都要媒體負責人 阿中哥出來面對 為什麼要把一個人拍那麼醜 他本人其實很漂亮 對 本人是很亮眼 我們以前 因為我以前跟他剛好 因為我們以前商學院是這樣 我們是把所有的課 幾乎必修課全部打散一起散 所以我們 我有跟他上過幾堂課 當然我跟他沒有那麼熟 但是我也跟他講過幾次話 你可以感覺到說 第一個他功課很好 但是其實他在我們一般的印象中 是很低調 他其實沒有特別的說很張揚 或是怎樣的一個個性 這個其實到後來 他到外資圈也是一樣 像為什麼他能夠當到 瑞士信代的董事總經理 其實如果你仔細去看 他到美國去留學之後 回來沒多久之後 他那時候到美商地結 因為美商地結 後來被瑞士信代併購 所以他變成是 他在瑞士信代非常久 已經工作了17年 他最早的老闆是龔兆勝 以過去的這個已經 龔兆勝還做過金管會主委 對 就是已經過世的 龔兆勝的前主委 所以他在龔兆勝任內的時候 其實龔兆勝就常常帶著他 所以他變成是龔兆勝 非常好的左右手 當然龔兆勝之後的瑞士信代 換過非常多的 包括說像李榮文 一直到吳智傑等等很多的主管 但他都一直在那個地方 觀眾朋友我們講一個故事 因為狗兆勝為什麼能做金管會主委 他是瑞士信代 那時候也是台灣負責人 跟他位置差不多 因為那時候幫阿扁政府 安排歐洲的一些活動 所以得罪了北京 所以瑞士信代因為龔兆勝 把北京 把大陸的橫行業務丟掉 然後阿扁為了感謝他 本身龔兆勝也是個人才 就把他拉到金管會 當負責人 所以他對台灣的外交工作有貢獻 可是對瑞士信代 其實當時質疑很高 可是因為他拉到金管會主委 所以瑞士信代在台灣 就變成一個特殊的定位 對 沒錯 這很特別 是 沒錯 剛才次光講到 就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 阿扁那時候要建一些外資 因為當時很多人都怕說 阿扁當選的時候 可能外資會不捧場 他其實找了非常多人 就是說幫他找外資 但是沒有人願意 就只有龔兆勝願意出面 所以這也成為後來龔兆勝 去金管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瑞士信代在台灣 其實享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位 很多政府或多或少 都會給他一些請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這個 因為他在瑞士信代17年 所以蹲久 蹲久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說 外資圈其實都是跳來跳去 對 但是他都是忠誠如一 27歲 因為45歲代使用28歲 等於他美國回來 回來沒多久都在那個地方 就在地結被併購 沒錯 那你看他這幾年來 其實成交 我們看到說下面有寫 中鋼的 包括中鋼的GDR 鴻海的ECB 聯電的ECB 或是群創的GDR 其實種種加起來的話 這個種種加起來的話 大約高達30億美金 30億美金 你就知道說他們從中間 如果用Commission 抓5%來算 其實對他們貢獻非常大 再加上說 其實瑞士信代在早年的時候 他在台灣算是夢幻組合 你看 除了有邱惠平這種 總經理人物之外 我們知道他之前的研究團隊 如果我們記得很清楚的話 以前都有一個包夏文 是... 他也是瑞士 夏包文 對 半導體的分析師 分析師的網買 他就在瑞士信代 還有一個下游的楊映超 他也是瑞士信代 所以你就知道說 早年的瑞士信代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一個團隊 包括說他其實還不只是 去年承銷了ESMO 跟日月光 就我們知道 包括中國大陸的 雀巢併購徐浮 開發併凱基鎮 還有元泰在避應E-Inc 其實都是透過他們的關係 所以他其實掌握非常非常多的 做過非常多的 就大型的案件 大併購 所以他現在後來升到這個總經理 其實他有非常豐厚的戰功 他變成是媒體的焦點 主要是因為去年的 這個ESMO跟日月光的案子中間 他都出來講話 他還發現到說 原來有一個這麼亮眼的總經理 他如果用年薪來看的話 現在外資一般的推估 如果你是外資的總經理級的人物 應該是至少是 我們用很保守來說 至少是50萬美金以上起跳 最少... 對 但是他們的薪水 通常都加上是Bonus一些分紅 所以應該預估是上千 3000萬以上是沒有問題 台幣嘛 對 其實算低的 因為現在大陸假如要挖腳 基本上非常 以邱惠平的學金力 還有他的併購資力 他現在要去大陸投行 香港投行 拿一個四五百萬美金的工作 其實不過分 加上他的人脈 觀眾朋友你簽中鋼的線 你要認識政府 你簽後來線 你覺得他們也跟郭台銘吃過飯嗎 你要跟聯電 發行海外的ECBGDR 你跟宣明志 曹慶成有一點關係 尤其是日月光細平那時候 打得很難看 你作為一個財務顧問 不是只看財報 你要把中間的美感 互相做溝通 對於是一個傳話者的角色 因為律師很硬 通常是財務顧問負責比較軟 一個做黑的一個做白的 所以他關係其實很深 以他這種背景 到香港也好 到美國也好 到大陸也好 拿五百萬美金很容易 對 你看 因為瑞士信賴 當初的一個特別的關係 所以你看中鋼 政府當然是很願意跟他打交道 加上說楊映超跟鴻海的關係 加上說夏保文跟這些 跟這些半導體的關係 所以他當然可以取得 非常多的成效案件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你要成效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關係打得非常好 他主要是 因為他其實 我們看到他說 他其實外型很亮眼 但是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很低調 他通常會把光芒做給其他人 所以一般人 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跟他做生意 甚至很多 已經離開瑞士信賴都說 他這個Elsa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才 只是Elsa不是冰雪奇緣的公主嗎 對 因為剛好跟他同名 我覺得這次比較可惜的是 他真的會為了這兩千一百萬 就做這樣的事情嗎 那事實上 可是證據感覺已經幾乎是99% 應該是說這兩千一百萬 應該是檢調已經非常有把握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可能後續 因為我們這是我的猜測 如果是我的做法的話 第一個 我不會用我自己親友的名護 一般這種操作的手法是 我可能去找 因為很確定這個併購案 我都知道他的價差在此地方 假如你真的想賺這個錢 而且是確定的事情 我可能去找某個金主 某個金主 因為金主通常他有非常多的人頭帳戶 我透過這些人頭帳戶來操作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可能跟金主借個錢 是借個三天或是五天 三天五天的話 可能是1%到2%的利率 因為三天五天這樣利率算很高 我中間的價差 我就把它賺走 一般應該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他們有 他怎麼可能會笨到 我真的想不到 因為其實邱惠平他們基本上 在外資圈對於這種法律道德 因為後面講 你跟投資銀行 外資銀行打過交道 他們的法律的合約不是這幾張紙 它是一個三 你知道嗎 他們對於法律的概念很了解 怎麼會不知道叫自己的老公 叫自己的婆婆一起上車 有非常大的法律風險 他怎麼會笨到這種地步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很猜不透的 就是真的會為了這樣 然後就破壞他整個名聲 因為現在他會不會被 他現在可能被起訴 會不會判刑這個不知道 因為他基本交保金就很高 這代表檢方的證據力很強 涉案程度很高 但是無論如何 他在外資圈的生命 可能就是要告一段落 因為外資圈對這種所謂的道德規範 他是要求的非常嚴格 所以他這次等於是斷中他自己的外資圈 我跟你講我舉個例子 台灣之前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性 台灣HP的總裁 因為她的先生在半導體公司服務 也是傳出一點點的雜音 其實也沒有判刑 外資她是豬聯九族 你們每一個人我給你最高薪水 可是你不能有任何一點的法律瑕疵 邱惠平基本上這個 還有交保金還有500萬 基本上他已經 這個生涯已經斷掉了 已經幾乎是 沒有人會用他的 對已經可以說幾乎是宣告停職 這次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他老公也被扯上來 因為這次他老公的交保金是600萬 他是500萬 然後連同他的這個 他的算是婆婆 也有100萬的交保 這次他們三個人一共是1200萬的交保金 但是大家想說 他的薪水是3000萬元 加上說他們這次 我從中間獲利了2100萬 1200萬應該很容易籌 結果沒想到1200萬的保釋金 籌不出來 大家覺得說原來這個 他們家難道真的那麼 籌不出這個金錢嗎 他先生是誰 他先生我們看到說他是這個照片 他先生叫許耀仁 大家我在今天的時候 很多媒體的朋友就說 原來他先生長得也滿帥的 你看他先生跟他兩個 真的是金童玉女的這樣的感覺 他先生許耀仁 從小就到澳洲去念書 我們知道說 其實他們家還滿有意思的 我們如果去過陽明山 陽明山的後山那邊的話 以前有個非常知名的畫藝朗 叫做玄門 對 很有名 大家有印象嗎 因為那個地方是有點偏僻 但是他其實佔地還滿廣的 早年的話是有展售一些畫 或是之類的 以前他裡面還有餐廳 大三圓的餐廳曾在裡面 裡面有色點過 所以他早年的話 其實是讓人家免費參觀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買我的這個畫 或是買我的這個東西 所以一些畫家會在那邊展覽 對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說以前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其實 這個佔地很大 但是因為地點實在太遠 很多有錢人會說 我要看一次 我要跑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他後來就被 最後就吹息燈號 甚至這個土地都後來被人家拍賣去了 對 我們知道說 其實他爸爸叫做許道宏 就是這個玄門的這個主辦 這個創辦人 對 我們看到說這個許耀人也是一樣 他早年曾經到他爸爸的玄門去工作過 是 後來就照金融圈來服務 我們知道說 其實他自己也有成立一個投資公司 對 我們看到說其實這個媒體 週刊其實也曾經報導過 他有曾經跟很多美女交往過 包括名模 妮雅倫或是跟 妮雅倫跟他交往過 對 跟TVBS的黃凱聖的主播也交往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老公的情史或是外表 其實都非常好 所以他老公是眼光高 什麼叫眼光高 就是170公分以下的女生 在他的眼睛是看不見的 他的女朋友到170公分 才會看到他的眼睛 所以他的眼光很高 所以他們這個家裡的環境也很好 對 就是說因為他們曾經 他們在玄門工作 這個當然家境過去是還不錯的一個狀況 但是因為這一次的整個事件 這個內線交易的爆發事件的話 主要是透過許藥人的帳戶 跟他的婆婆的帳戶 所以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他的交保金額是600萬 他會不會就說 那就是跟我的老婆沒關係 或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他會做怎麼樣的切割 不可能 但是無論如何 這一對過去是金銅玉尼 人生勝利組的一對夫妻 因為這一次的內線交易案的話 我覺得為他們的人生的話 可能是埋上了非常非常大的陰影 我們不能想像 因為像邱惠萍 她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女生 從北一女到台大的國貿系 人生念書就很成功 這第一個是聰明 因為北一女已經很了不起了 還上第一志願台大國貿系 又到南加拿大修了一個碩室 回來就在美商定節上班 基本上這種人 他不是只有聰明而已 而且他很努力 而且我們知道 念書是比的意志力 因為官媒表面 念書我也會 可是有時候世光讀十分鐘想睡覺了 世龍哥台大精細 讀二十五分鐘就想睡覺了 都靠聰明才智考到台大 可是真的要成功 其實他加點意志力 所以他是個非常成功的女生 加他先生也非常成功 我們看這個故事並不單純 因為這一次 檢察單位一抓 除了抓他們夫妻跟婆媳黨之外 更抓出了市場的大金主 而這個大金主的花邊新聞也非常多 所以我們進行廣告 這事情會越滾越大 他滾的不是只有外資圈 現在開始往媒體圈 往新聞圈來做一個擴散 我們將廣告 馬上再回來 到底這個不法的所得有多少 其實這個官媒 2100萬是真的就是這個金額嗎 就跟台灣有個部長 在辦公室抓到一個茶葉塊 裡面裝了五六十萬 官媒 沒有 你覺得他只貪五六十萬嗎 因為五六十萬太小 所以他擺在辦公室 因為你假如五六十萬很重要 你就躲在家裡擺冰箱 因為我聽說很多有錢 是把錢擺在冰箱裡面 因為聽說調查局不會收冰箱 因為誰想去收冰箱 跟魚擺在一起 然後另外一次租保險櫃 或是藏在哪邊 一定是代表這個錢太小了 就擺在抽屜裡面了 因為大錢去藏 我兩三千萬再藏 那五六十萬就擺在抽屜裡面 所以才被抓到 就是因為不小心那個茶葉罐 才被抓包 那背後到底有多少錢 沒人知道 就跟那個營建書長葉思文被抓到 官媒他搞工程的 一個案子他欠了這20億 你給他說跟建商收200萬 你是侮辱他 官媒你懂意思嗎 今天我去找葉思文說 這個葉書長拜託我 這個案子需要你幫忙 那葉思文比我還聰明 這案子我欠了這20億 那我說我拿兩百萬給你 我跟你講他們把兩百萬砸臉上 你是侮辱我還是侮辱你 所以官媒你懂意思嗎 抓到的 是警告單位有證據 可是沒抓到的有多少呢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 這個漢維克的案子 因為漢維克本來在股市是高價股 高價股的意思就是 一般散戶玩不起 我們只能羨慕像大力光 一張就四百多萬 賣掉這大力光可以買賓士 可是官媒通常有大力光的人 不只一張 他要就十張 很妙喔 通常我們十幾塊股票 要嗎就只有一張 不會有十幾張 可是越有錢的人 他的越高價股反而越多 因為進出方便嘛 我要今天買五千萬 打電話給我的營業員黃世聰 世聰我要買五千萬 報告這個世光哥 你要買什麼 幫我買友達 友達五千萬 我說說要買四千多張 那世光你要怎麼敲 累不累啊 買漢維克買大力光 十張擺平 馬上成交 所以這個高價股的玩法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官媒到 這一波的上漲 又扯到了市場上的金主 所以我們看到 除了他們夫妻黨之外 又把一些市場的老金主 給扯出來 這些金主 其實想黯淡都淡不下來 因為他的故事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那在講這故事之前 我先講一下 基本上我們假設說 女生跟女生的好朋友叫什麼 叫閨蜜嘛 男生男生好朋友叫什麼 叫兄弟或是麻吉嘛 但是如果男生跟女生是好朋友 還是情人的關係 那可能就很難分了 那其中有一個名詞叫什麼 叫做互花使者 那這一次的一個內線交易 有扯出來一個金主 他叫做史金生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花邊新聞就是 他曾經可能跟洪曉蕾 是一個好朋友 或者是互花使者的關係 他們身高差有點多 對啊 應該這樣怎麼講 這個媒體形容他很好笑 叫什麼 最萌的身高差 一個是176 一個是160公分 所以走出去的話 這是最萌身高差 那在眼神下去的話 可能觀眾自己去猜測 那這個花邊新聞怎麼來的 基本上洪曉蕾 在去年的7月29號 跟這個金氏夫婦 他們兩個正式離婚 離婚的話 是和平收場 結果不到一個月 居然發生什麼事情 洪曉蕾在8月25號的時候 那天沒事 就晚上出現了 醫生親身牛仔褲T恤 就去吃飯 去大飯店吃飯 跟誰吃飯 就跟史青森來吃飯 吃飯的時候很奇怪 史青森 記者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記者譬如我是考影劇圈的 像聖美姐 對 他派得到 他認得出洪曉蕾 他不知道旁邊那個人是誰 對 我跟你講回來 我知道那個記者要對照片 對很兇 我叫阿中東幫我們想 到底要怎麼對 因為影劇圈跟財經圈不一樣 財經圈是史青森 拍照了 旁邊那個高個誰 有點厭熟 回去就不知道 我要問社會主 還要問影劇主 這其實很麻煩 要對照片是很難對的 對 所以基本上 他們只先對洪曉蕾 那這狗仔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旁邊這個男生 對他呵護有加 你那個湯熱不熱 吃得飽不飽 就這樣一個晚上 還吃到店關門 吃了三個多小時 還意猶未盡的感覺 狗仔可能覺得 這個不對勁了 結果繼續追蹤 追蹤發現 又有下一步 你知道嗎 下一步是過兩天 隔一個禮拜左右 發現洪曉蕾有一個 公開的一個活動 結果也有找這個男生去 那這一次的話 其實他覺得說應該還好 為什麼 因為他老婆也在 這個史金森的老婆 史太太也在 還有其他一些朋友 就這張照片有沒有 基本上人都很多 那他參加一個公開場合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只不過中間 又有些很奇怪的一個部分 包括比如說 洪曉蕾他那天一定 因為參加活動 穿得很少 那很多的那些狗仔 或者是一些攝影大哥 都喜歡拍哪裡 拍胸弦 一直拍 那基本上他已經習慣 後來就覺得沒什麼 可是這個史金森 史大哥就覺得 臉色就臭臭的 為什麼一直在拍 感覺就 護花死者 感覺就有點出來了 你知道嗎 又覺得 那是不是跟他有一點點關係 狗仔的迷路度很高 他覺得 是不是又有一點點問題 繼續追蹤下去 果然又有問題了 你知道怎麼樣嗎 因為這邊結束之後 有下一攤 那他在下車的時候 他準備要上車的時候 這個史金森 他先護送他老婆上車 他沒有上車 他老婆車子走的時候 他還沒有上車 原來他是要等洪曉蕾 跟他一起上車 然後他那時候還舉了一個很 互發死者的姿勢 你知道什麼姿勢嗎 是這個姿勢 通常我們會這個樣子 對 如果女生走過來 你要跟他一起走的話 通常我們走會這樣子 對 那什麼意思呢 女生可能就要搭上去了 對 他在準備這個姿勢之後 沒想到那個洪曉蕾 他沒有搭上去 為什麼 他後面被那個粉絲絆住了 所以史金森有流露出 所謂的不耐不爽的一個眼神 結果呢 那想說那沒關係 他跟他坐同一台車 續托到另外一個Lounge Bar 到Lounge Bar的時候 一下車的時候 史金森終於達到他的目的 為什麼 他的手又舉出來 他真的就搭上去了 所以搭上去之後看一下 這一天晚上 也是聊得非常非常晚 又護送他回家 大家想說 那可能是 互發死者這類的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想說 應該沒有下一拖號吧 居然還有下一拖號 再看一下 過兩天 隔一天而已 隔一天的八月三拖號 兩個人 又跑去金黃飯店去吃飯 對 所以你想想看 八天裡面 吃了三次飯 對 那這個是護發死者的關係呢 還是朋友的關係呢 還是好朋友的關係 阿中文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像我們記者來拍 因為事實上因為我記者 沒當過不知道 像我們去拍到 拍到黃世聰 像我踩進去 我認識他嘛 旁邊這兩個女生好漂亮 那是誰 那我就要問盛梅姐的影劇圈 像記者碰這個問題要怎麼辦 我們怎麼對照片 我們也不是狗仔 但是我被問過是怎麼樣 他會傳一張照片過來給你 說你認不認識旁邊那個男的 對 通常都是有名的人被跟拍 對 所以那有名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誰 然後旁邊的那個人 那你只要有 如果只是像我跟小元這樣做 人家不會有任何的懷疑 對 但是如果我跟小元這樣 對 那大家就會想 那旁邊那個人是誰 是 好 那就會到處指認 那報社 或者雜誌社裡面 各個路線 幾個主管 全部一問 大家就出來了 現在很多 現在還可以 你用Google 用LINE 用LINE 像我常常有很多記者朋友 就會拍照片給我 然後問我說這個人 你認不認識 或是說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線索 很多記者會直接用LINE 傳出片給我 直接拍上臉書 大家就知道是誰了 你不是想 先我要播 先我要登週刊 我只要先登那個頭就好 另外一邊先不要走 然後再來就爆料說他是誰 幫你指認他是誰 對 不過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洪曉雷還是否認的 對 他是說他跟這個史金森的夫婦 認識很久了 否認史金森的追求 他說要跟這個金主在一起 不可能啦 大家不要想太多 可是比較 我想阿中哥我們先觀察 因為現在扯到 第一個是一個 玄門藝術中心的家族 那本身玩藝術品的人 當然背後的環境 第一個 資金沒問題 那品味要到另外一個高度 有錢不見得玩藝術品 要有一定的這個 藝術跟生活的境界 又配上 會憑那麼漂亮的學金力 外型那麼出眼的 出眼這個 這個亮眼的外資的主管 現在朋友史金森 這什麼樣的組合 會開始混在一起 史金森這裡面會扮演 什麼樣的可能角色 因為每一次炒作 或每一次一定要有金主配合 我覺得這個分兩個層次 我們先就這個案情本身來講 你覺得這個案子 為什麼會被抓出來 你剛才說賺2000萬而已 怎麼會被抓出來 可是你要乘一下 這一檔股票 一張要多少錢 130萬 130萬 他原來買進 從1060到1210 均價我們算1100塊 好不好 110萬一張 110萬一張 你買了多少張 買100多張 買100張 加起來多少錢 1億多 對 這個時候他就會去來對稱 說你們這個家族 或你們這個人 我們先往前推一年 對 往後再看 就是往前推一年 你過去有沒有密集的買進 1億多的股票 這樣的經理 有的話可以放掉 有的話 因為你是頻繁進出 所以史金森的效用在哪裡 史金森如果是股市金主 他的戶頭裡面 一定有 所以如果今天 是跟史金森合作的話 那裡面的 他絕對可以解釋的過去 因為我習慣性 我一天在股市就進出1億 你這個對我來講 小case 所以問題就來了 阿忠哥很內行 你這裡面 就是你個人 如果你這個戶頭 平常沒再進出 對 突然這一邊一筆進來 你就要去解釋 你解釋給我聽 對 或者是說 你平常都買100塊以下的股票 你怎麼會突然一下 買1000塊的股票 然後這時間點 剛好又在那裡 那時間點 那問題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講 這個內線的確定 現在檢調 我猜 他不見得要錄音 錄到說 你講 我說什麼用東西 要合併什麼東西 他不用 他只要你有沒有通聯紀錄 對 你在買進這個股票之前 所有的內部人相關 有沒有打電話給你 對 那我猜 我們的美女 可能有打給她的先生 或打給她的婆婆 然後後面就接著她婆婆跟欣生去下單了 你這個完了以後 你就有下單的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下單的動作 你又解釋不清楚 對 那這個就是你個人的部分 是 那史欣生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史欣生在股市裡面 像我們這種年歲的人 資深 就比較認識她 是 因為她其實刺剎台股至少30年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聽到她 我在打聽 人家說她是小死 我說小死她不應該老死 你不用裝年輕 對啊 人家跟我講小死 那我說她看起來是老死 我見到家應該是大哥的感覺 沒有 她其實很早就是在 丙種圈 金主圈就非常有名 她其實過去這 大概這10多年 她其實一直在做一個生意 叫做這個圈購 好 就是所有的成銷團 她是等於是 眾多券商背後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成銷團 因為你今天就是很多的股票 你要上市成銷 你要新股掛牌 現金針掛牌這些 你需要有人來認購 她就扮演成銷團這樣的角色 好 那為什麼 因為手上錢多 好 那手上錢多 那她個人在做的股票 據說很多就是在這個部分 好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券商往來之間 消息就特別多 對 那消息特別多 那我們就不知道 外資有沒有跟她合作 這我舉個例子 台灣前幾年很多高價股 包括做PCB基板的 我不點名 包括做太陽人 那個標到1000塊的 其實世光戰鬥的時候 聽到很多 就是因為這個定價 當然跟這個案子沒關係 譬如說楊世光 楊總 我負責這個 某某太陽人 就是世光太陽人的掛牌 這價格怎麼定 世聰哥是老闆 世聰 我跟你講 這價格定的低 蜜月航金9 氣勢非凡 我就說服他 那他當然雖然掛得高 掛得高 財富增加快 IPO可以募集的錢多 可是世聰 我跟你講 你要掛350 這個風險 不要去掛跌停板難看 正好你掛了260 本來新木家是350 260 我跟你講我找人來買 我幫你拉到350 剩380 這樣氣勢非凡 上市就有好彩頭 所以中間有利差 那有的金主 那我就要去找金主 來來來 我跟你講世聰的股票 真的不錯 本來是要掛350 是我跟他談下來的260 至少會到380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本來350 掛牌只會漲10% 現在從260 掛牌 會漲3成 那個氣勢不一樣 那氣勢誰做 就我來做 我找金主來做 所以事實上這個金主 跟我們這種券商 關係就很緊密 為什麼 官員不是天天好賺 只有我聽過 最近不是個減資望虹嗎 當年望虹辦真資 也是找外資 然後外資說 沒有誰要望虹 望虹那公司 永遠不會轉機 至少金主要扮演 另外一個角色 好吧 世光上次我在陽光科 賺很多 這次望虹就幫你認一個 你說多少張 5000張好久幫你認了 所以金主有時候 變成一個水庫的概念 你懂什麼 賠錢他有認 因為他贊助 或給這個 承銷商這些 董事總經理面子 可是一賺的時候嚇死了 通常金主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如果我去承銷你這個公司 假設真的虧錢 你要承諾我 以後如果你辦現金真資 或是辦CBA的時候 一定要我來認 所以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套裝 都談得好好的 也就是說金主幾乎是不會虧錢的 他如果這一次承銷虧錢 你日後的CBA或是憲政 你要還給我 那下一次我就有面子 譬如下次我找到阿中哥 阿中哥是美國高盛證券的 亞洲負責人 我就跟阿中哥 這我們可以合作 那你最近有個台積電案子 我跟你講不好銷對不對 你看我這幾次爛股票 我都銷那麼棒 我有辦法 所以我的機會會更多 你懂得說 因為金主幫助我 所以我會找到更多的承銷案 或相關的財庫案 那我會回饋到你手上 觀眾朋友 那當然這關係 不是單純的友情關係 或事業關係 那隨便一點退優跟衝承 所以他這種說 其實金主在外資圈裡 因為我想金主都很土 不都殘狗 怎麼會跟外資圈有關係 會不會就是這樣開始的 沒有 其實應該是說 金主一般是國內的 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那真的會跟外資圈扯上關係的 通常都是外資喜歡的股票 那這些外資喜歡的股票 關鍵是什麼 外資要負責寫價格 所以他一定是一些大型的股票 才會去跟外資扯到關係 所以你看 譬如說瑞士信貸也好 你剛才提到高盛也好 這些 他們出來的這些股票 都是大型股 那這些大型股的消息 為什麼很重要 那不見得是去 譬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的消息 台積電的分析師寫的報告 為什麼很重要 重要的是說 台積電知道他的客戶 他下游的這些IC設計公司 哪一個中小型的公司 現在投片的狀況是很好的 那這些消息 對於這些金主 或對於外資券商 外資券商不是跟這些金主往來 因為外資券商還看不起這些金主 因為他覺得你們這些金主太亂了 對不對 又不會講英文 誰要跟你理 他們要玩是什麼 因為國外還有一群人 國外還有一群對沖基金的 這些對沖基金是真正全世界的突英 就是我們所謂的國際的熱錢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2012年 你剛才那個 板子上有出現了一個案子 就是金文恆的那個案子 金文恆這個案子 2012年 他這個被一個叫做大帆船基金 這個大帆船基金 對沖基金的這個案子捲進去 當然他是負責協助調查 他並沒有說他本身有什麼問題 他現在消失了 好 那真正的關鍵在什麼 那個大帆船 大帆船一年在高盛下單 給這手續費到多少 對 兩億美金 超級客戶 兩億美金 這麼大一個客戶 所以高盛的這些 這些所有的研究團隊 他們要有的任何的好的股票 或者有小道消息 就一定馬上跟他報告 所以這些報告 一旦他們上一次就是 被美國的檢察官 針對這些對沖基金 我就是要辦你們 所以就把它錄音錄到 所以才會有事 好 阿士兵有沒有觀察 你這觀察台北股市很久 阿中哥當然是非 因為他講這個故事 有幾個關鍵之道 他做這個財經文做太久 非常非常的專業 不管是人事實地物 他太資深了 那很多東西阿中哥不方便講 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請他講 阿士兵我們從另外一個觀點 難怪台灣投資人不會賺錢 有大股東坑殺的 有大股東搞都更的 台灣最近不是很多股票在搞減資嗎 搞都更 你已經是住套房 還可以都更 什麼都沒有 更恐怖的是外資的坑殺 我們看幾個案子 除了這個金文恆 大家這個疑慮 另外包括像 台灣花旗集團的張凱偉 也洩漏沒有公布的鴻海報告 給特殊的4加幣基金 現在這個人不見了 包括陸行資 對於勵望股價的罕進 基本上也出現了金管會的調查 我跟你講 這位外資分析很厲害 可是事實上有人更厲害 更厲害就是 控制這些外資分析師的 台北股市現在亮說 不要怪政所稅 其實就是因為散戶 不是傷了心 就是破了產 您的觀察 對 我們說外資過去幾年 無論是股票還是期貨選擇權 全部都海撈 無論政府怎麼幫忙 怎麼對外資限制 像過去幾年 外資在期貨市場上 每一年都賺十幾億 有時候都賺50億到100多億 那就會有人去跟政府說 說你不能這樣子 外資他都知道台積電的方向 所以他都會賺比較多錢 政府就說好 那我們把外資的部位全部都要公開 全世界只有我們這樣子 對 台灣是對外資要求最多的 對 你今天買進多單 下午兩點就知道了 跑都跑不掉這樣子 結果有用嗎 還沒有用 還是每一年 從2007年就公佈外資的數據到現在 每天公佈 每一年還是賺錢 對 每一年還是賺錢 因為外資比較會操作 對不對 有時候外資有時候也是輸錢 但是他賺都賺大把的 輸都輸小的 對 我們看外資有時候 調高平等 有時候調降平等 對 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但是不準的時候外資少虧 但是準的時候外資可能就海撈 所以到最後台灣的人 就是不相信主力 又不相信外資 搞到沒有人可以相信 就紛紛出走 起碼外面沒有外資 外面沒有主力 對 最容易跑到外面的方法 就是買進ETF 被動型基金 所以從大量的買進ETF以後 台國成交人就越來越萎縮了 為什麼 因為我買進ETF 我買了我就不賣了 我不想買進台灣的股票 我融資買可能會斷頭 我如果現股買可能會下市 我ETF買了我卡住 它是指數形金金 對 它就不太會動 而且現在ETF的成交比重 越來越高 有一度台股的ETF成交比重 高達10% 對 也就是大盤現在成交量這麼低迷 每天才七八百億 最近又量縮了 對不對 但是ETF成交量 還是佔一定的比重 我跟官方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們一個最新的報告 一個基金分兩種 叫被動式 一種叫主動式 官方什麼叫主動式基金 主動式就像邱惠平一樣 它是站在sell side 它會推薦你明天買大力光 會告訴你明天賣台積電 就主動式 主動式基金 被動式基金 就是一般像ETF 就是買了不會放 它就跟著指數權重 按照你的權重 來做一個持股 portfolio的一個整合 就是投資組合的一個建立 那台積電漲了 就多買一點點 紅海跌了就賣一點點 後面我們看到 從2008年開始 被動式的基金高度的成長 這基金規模 而主動式的基金越來越萎縮 這會不會是因為大環境 讓外資越來越難賺錢 所以才會挺而抽險 開始有誘意 因為以前靠獎金就可以了 可是發現獎金抽不到 手續費殺價殺翻了 所以才開始 那我自己來一下 我自己有一點機會來一下 所以大環境使得 外資的分析師道德風險越來越高 您觀察了 對 我們說不只國內在ETF盛行 連國外ETF也是逐年成長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主動型的基金 表現越來越差 華人巴菲都說了 他說他也打不贏被動型的基金 對 ETF 對 他說只要買了ETF 長期下來都會是贏家 為什麼 因為主動型的基金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太多油水可以撈了 我明明知道這個股票 可以從500漲到1000 那我只幫投資人賺錢 賺到我可以分嗎 不能分啊 對不對 我只能收經濟經理人的手續費 手續費千分之一 所以投資人要知道一件事情 所有的金融分析師 他賺再多 幫你賺再多的錢 給你的建議 幫你賺再多的錢 可不可以抽成 都不能抽成 所以他不負責這件事情 到最後他也覺得 我幫你賺那麼多幹嘛 賺到 我可以幫你從500賺到1000 不如我幫你賺200就好了 剩下300 想辦法進自己的口袋 所以市長 官方很喜歡免費的資訊 其實免費資訊 風險其實真的滿高的 所以可能有什麼投顧會員 或者什麼投顧單在台灣變汙名化 可是事實上 你必須給他一定的報酬 為什麼 那個報酬是避免分析師 會有道德風險 一定啊 他不跟你收錢 他就從別的地方賺 官方你看報告 外資報告有錢嗎 不用錢啊 你看他可以這樣賺 所以事實上這個很特別 你不給他會費 他就從別的地方賺 那你給他別的地方賺 他會不會還收費 不一定 所以我們看散戶就越來越慘了 對啊 所以連外資也有VIP型的客戶 當然 所以我們看到有時候外資 調高大力光的平等 當天外資就賣超大力光 對 怎麼那麼準 對不對 因為他的大客戶 很早就買進大力光 是 我想請台客 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因為特別是主動型 跟備用型基金 這個大環境使得 台灣的分一室 因為我們這些實驗關係 其實你看商周上一起 有做個專欄 哇 陳振華 楊映超 這人生就是沒有下第二春了 就退休了 明明當年這個刺詐風雲 隨便一個字 一口 一個話 一個字 都可以影響市場幾十億上下 可是現在 台灣外資圈一直在萎縮 不是台灣而已 全球其實我們看到 都在做萎縮 你看這主動被動式的一個發展 主動型的基金越來越萎縮 手續費越來越低 導致其實外資分析報告 越來越不可行 明明關檔 對 我們看到其實外資 現在也在轉化 我們看到為什麼外資 期貨多單會這麼多 對 因為一口期貨多單的價格 大概是200萬的市值 對 他與其在市場上買10億 他只要在期貨市場下500口 全部解決 對 所以你會發現外資的期貨多單 是比較多的 這裡剛剛施光提到 主動被動我們看到 其實在過去的幾年間 八年之間我們看到 這個被動型的是紫色的部分 其實是有在增加 黃色的部分是主動型 一直在減少 所以有一個預估出來 他說大概在 因為目前主動型 還是比被動型多一些 目前的話 一般預估是說 大概到2023年到2025年之間 這個會有黃金交叉 所以你就說台灣最近 有期貨的外資多單 你看官朋友注意到 台股的話 就是期貨 在期貨當中外資很多 其實我跟你講 外資的掰散 連外資都不相信外資分譯師 對 所以都直接買期貨 這很妙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都覺得 那個台灣先生 其實官朋友 他在台灣先生教三年英文補習班 他是教英文的 後來找到一份工作 變成台灣先生 這個你就知道是誰了吧 他其實在台灣是 教補習班的 結果後來被 因為他長得像外國人 學歷很漂亮 結果被大家追統 可是外資 外國人看外國人 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外國人 其實不相信台灣的外資分譯師 所以有選擇就容易犯錯 巴菲特那個時候 在他跟波克夏股東的 公開信裡面就說 他那個時候跟 2005年的時候 跟市場打賭 然後一個對沖基金的 就塞克斯出來 跟他相關的做一個回應 結果結論是什麼 9年過去 巴菲特買指數型的基金 9年的績效是85.4% 然後他們這個賽德斯 他自己挑了五檔 真的是有選擇嗎 選了五檔 最高只有68% 62.8% 最低只有2.9% 平均起來 年少數量在2.2% 巴菲特是7.1% 所以你發現 整個機下而講 巴菲特是指數型基金 就打敗你的選擇 所以信中有提到一句話 華爾街管理上兆美元資金 索取高昂費用 但收割離譜獲利的通常是誰 不是客戶 是基金經營 所以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個趨勢出來 就機器人頭顧出現 機器人頭顧就是 因為以前 理專只服務100萬美金資產以上的人 100萬以下怎麼辦 沒有人理你 沒有人理你 這幾年才出現 所謂的機器人理財的規模 這種人號稱就是大數據 號稱就是科學 所以你看最近的話 一般預估目前大概5000萬美金 到2020年的時候 大概會到2.2兆美金的一個水平 是 阿忠哥我請教你 事實上現在外資分析 隨便起一個像什麼 蘇晏雪 陳振華 陸行資 事實上我們說是 這個人很殘酷 通常下場比較不好的 就是像楊映超新來提一個皮包 到處亂跑的 這種人通常就比較正派 你知道嗎 現在退休就不見了 在可能海外的一個度假身 你看到他 這好像是電視上看過哪個分析師 Mr.台灣是不是 我跟你講 那就是當年分析師亂搞 所以像蘇晏雪 陳振華 在你們殘酷過程 事實上他們應該算比較正派的 所以人生感覺 相對好像比較失去光芒 這些分析都在幹嘛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有訪問 就是你剛才講 譬如說楊映超對不對 然後張柏祺 張柏祺63年次 陳振華65年次 跟我一樣大 這個 楊映超比較老一點 56年次 好 那上週訪問他們 其實他們都講了 共同講了一個 我發現他們共同都有一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健康 健康 因為他們在 譬如說人生最精華的時間 30到40歲這一段時間 他們等於是日以繼夜的工作 為什麼叫日以繼夜的工作 因為你要服事外資 外資跟我們的時間剛好倒過來 所以你白天在新竹科學園區 打聽了一大堆消息 晚上怎麼樣 要告訴你在美國的這些老闆 所以你幾乎一天工作16個小時 叫基本配備 睡覺的睡眠都被拆開來 你睡覺被拆開來 那你一天只睡4 5個小時 長期失眠也就罷了 那請問你要不要照顧一下家人 所以你的家人跟你幾乎是沒有什麼 可能你的小孩都是看 楊映超說 他小孩都在電視上看到爸爸 都沒有直接的有機會 所以外資跟人很可憐 家破人亡像邱惠平是另外一種 家破人亡 那他認真幹的也是家破人亡 反正這是被詛咒的行業就對了 沒有到家破人亡 只是家看不到而已 最後他們只會有一種感嘆 那患鬧什麼代價 就年薪百萬 不是百萬台幣 百萬美金 一年3000萬 給你賺5年 賺10年 你還要不要繼續拚 你會拚完 當你看到尤其你的一些同業 或你的同儕 對 開始去參加商禮的時候 你去跟他們鞠躬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 我的人 好 很容易 你會拚立